天下 爹 爹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都不要夺问 赶快收拾行李 准备逃命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不要夺问 赶快收拾行李 逃命 快 快呀 爹 爹 往哪儿跑 爹 爹 女儿 爹 犯人孟元 暗通云州私户 懒韬 窝藏凶犯 一壶牟利 判斩首 爹 爹 家眷孟凡 孟府姐妹 知情不报 仗刑致死 官差大人 我第一次见到兰涛的时候 他的头 已经被官爷砍了下来 我当时只是掩饰的一个武作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看到兰涛的后人 实在可怜 就弄了一些剩菜剩饭 来给他们冲击而已啊 怎么说 你是认了暗通知罪的 大人我 开 爹 大人 我们没有造反 我 我不想死 爹 玉儿 爹 玉儿 我不想死 爹 爹 爹做错了好人 害了你们姐妹俩 做好人 爹 爹说得不会错 爹一直教诲我们 做好人不会错 好 女儿说得对 当好人没有错 有你这句话 爹就放心了 爹 我把妹妹就交给你了 爹 爹 爹 你要好好地照顾她 赶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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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妹 小妹妹妹 妹妹 姐姐 妹妹 姐姐 妹妹 妹 財務 かけて 快 快 快 走 别管 走 走 走 快走 Adrián initial spirituality impact another ø 快走 快 走 我的位置 快找我 放开我 放开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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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小夫 小夫 你怎么样 小夫 你就是孟凡 他就是孟福 就是这位莫公公救了你们的命 公公是从皇宫来的 才选宫里的花鸟屎 今后 只要你们听从公公的话 不但可以活命 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明白吗 我们不要去宫里 都说宫里不是人带的地方 那你俩 想回去继续受刑是不是 皇宫就是你的唯一出路 想进皇宫的就在名字旁边按个手印吧 我们的etz儿 妹妹 不要 姐姐 我们还是进宫吧 我已经没有爹了 我不想没有你 我不想死 姐姐 姐姐 我们一起进宫 我们一起进宫 姐姐 姐姐 妹妹 月秀 月秀快点 开门哪 月秀 谁呀 快开门哪 开开门 赶紧哪 月秀啊 睡得这么死啊 快开门 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 快开门 快起来 来了来了 赶紧哪 出大事了 皇上不行了 太医们都去了 朝中的大臣呢 都到长盛殿了 赶紧准备丧服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还有好多事呢 我先走了 月秀姑姑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皇上秀威 莫公公带来太医的消息 朝中大臣呢 已经到长盛殿了 让我们准备好送服 你赶快叫他们起床 送服了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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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了 快点快点 快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了 大家快起来了 来来来 快点快点 什么事啊 月秀姑姑 皇上病危了 让我们赶快去送丧服 赶快起来 快点快点 我知道知道 动作快点 动作都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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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起床了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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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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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福 小福 快点起床了 别睡了 小福 快点起来呀 怎么了 快起来 皇上病危了 大家快点起来穿衣服 我们好久没去送丧福 病危 皇上怎么会病危 昨天早朝他还好好的呀 对呀 怎么会 你们都别问了 太医的消息不会有假的 皇上万一有什么不测 丧福不能及时送到朝官手中 这是要治死罪的 快快快 快点哪 快起来 大家快起来吧 走走走走 快点快点 动作都快点 快点 快快快点 快点快点 快快点 走了 他毁了 来呀 来来来 把这封信送给羽林军的左校围 别让人发现 快去呀 是 五哥 真是怪事 昨天晚上还兴致勃勃的 要我们明天唱新曲给他定 怎么一下子就病危了 皇上又不是弥勒佛强生 现在皇上近八十岁了 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啊 万一他有什么不测 我们兄弟俩可怎么活呀 五哥 怎么办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已经派人给左校围送信了 让他把所有的羽林军 都调往长生殿守候着 可五三司 他手握兵权 李诞父子 又视你我为眼中利刺 羽林军能挡得住吗 听好了 把这个刀藏好 事情一旦发生 五三司也好 李诞也好 太子也好 抓一个当人质 只要能逃出皇宫 就有活命的欧 写 皇上并威 你作为太子 怎么能不守在他身边呢 我不去 我真的不去 御医已经来催过好几次了 如果不马上赶过去 就来不及了 就说我也等了几遍 不能去 我不能去长生殿呢 你要知道你是太子 太子 太子 我是什么太子 我是什么太子 母皇根本就不喜欢我 他不但废我地位 又贬我到郡州软禁 进井伯庄回到宫里 还把我困在这个 不见天人的牢笼之内 又听信张一之 又听信张一之 张长祖两个面兽的颤颜 杀了我亲子亲女 这个太子 不当也罢 真的 不当也罢 我不能去长生殿 我不能去长生殿 五三四 张氏兄弟 李丹夫子 他们个个对地位忽视眈眈 我无权无兵 只要母皇撒手 他们肯定首先把我这个太子 碎尸万代 这个长生殿 我真的是去不得 行 可要是不去长生殿 万一皇上好转起来 那一定会降罪我们的 到时候可真是生不如死了 去也是死 不去也是死 你 你 你叫我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知道 你死也要死得像个太子 看着 只要让我找到翻身的机会 我发誓 我发誓要把失去的一切 端回来 我乃 我没事 我没事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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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如此惊惶 宫内传来消息 说皇上病危啊 什么 公主 宫内已经开始 民众送福了 咱们 穆皇有神佛保佑 又怎么会有事呢 可是公主 不过 你倒是要进宫一趟 奴婢 马上帮我请太医 就是我病 是公主 是公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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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王爷 不知皇上圣体如何 太医正在全力救治中 具体情况还不知道 太平公主呢 太平公主抱恙在身 还未能下床 我想是来不了了 武女同时病重 真是令人忧心 来啊 护驾 张公公 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保护皇上 左校尉 在 如果有乱臣贼子想趁机造反 杀无赦 遵命 爹 未得皇命 竟删掉羽林军 我看首先想造反的就是他们俩 要不然 我们也马上丢兵进攻吧 不 还不过是时候 但是 如果皇上的侦探一下 还不过是时候 明白爹的意思吗 明白 叶秀姑姑 为什么与林军 他们会在长生殿 这都是主子们的事 跟我们无关 自己把自己职责做好了就行 你们听我的口令 这个纸签上 写着朝官的名字 你们听我的号令 把这个丧符 送到指定的朝官手里 绝不能持 也不能走 林姿王李龙基 他是谁啊 我没有见过他 林姿王这几年一直在长安 前几天才回来 怪不得你不知道 站在前排的年轻的那个就是他 记住了吗 嗯 姐 她看起来 一表人才的 姐姐你抽到好签了 别乱说话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 有什么好签不好签的 你们都给我听着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我没有说去 谁也不能踏出庭门半步 否则将大祸临头 听到了没有 小福 打起精神来 快 快点 快点 好 五三四 你这是什么意思 长宗 梁王 这里是皇宫内院 皇上有旨 除了雨林军外 其他官兵一律进入 你公然带领这些兵入宫 难道是不把皇上的话 放在眼里 请是危急 皇上突然病重 我怕有乱臣贼死 从中作乱 你不见有雨林军在这儿吗 我怕就怕雨林军被乱臣操控 所以才不得不带兵前来 二位放心 皇上我会亲自解释 就不必二位国公费心了 什么雨林军以为乱臣操控 你说的乱臣是谁 是谁我不知道 我只知身为皇上的亲侄子 有责任在他病重期间保护他度过为难 谁敢阻拦谁就是乱臣 立即把长生殿各处药口给我手中 如有阻拦 无论关节 全都给我摘 没想到原来是这样 爹是想看他们欲绑相争的 不 我们不会是德里的渔翁 雨林军听令 在 谁敢接近皇上寝宫办 傻无赦 遵命 难道你们兄弟俩要处乱莫不成 既然大家都是护驾 谁也组不了谁 你 小夫 小夫 请项王 林姿王 梁王父子 两位张国公在殿前等候准备见驾 准备了 准备了 月秀姑姑 杜公公命众王见驾 是不是皇上病情好转了 不 是见皇上最后一面 那要是皇上真的 他们会不会在长生殿打起来 那我们可怎么办呀 看好自己该干的事 其他不用管 你也管不了 太平公主病了没有来 太子怎么也不见人影啊 谁说没来 你想想想想想想想方说 你 получится 请 breaks 禀太子 朱王 两位国公 太医说皇上的病情不稳定 所以卓我请各位在殿前守候 老奴的意思大家明白吗 那老奴就先告退了 老奴 做好准备 是 请不早 莫莫黄平安无事 爹 现在怎么办 静观其变 不是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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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了 准备了 我一说去 马上把丧福送出去 太医 皇上的病情如何 皇上的病 已经无打碍了 王爷 别怕 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自己先离去 站住 这丧服是什么意思 对皇上的不敬 拿下 是 住手 各三十边都打够了吧 别把人给打死了 谢谢官爷饶命之恩 保佑官爷圣官发财 官爷饶命之恩 若凡一定铭记于心 我也是按照上头的意思办事 你们呀 也别记在心上 二位是不是想喝点什么呀 那就让他们喝个饱 好 这 这不是水 这是油 你为什么要逼我们喝油 那是因为 你们该承受的刑罚 还没有承受碗 拿 拿上来 你刚才 你不是说 不会杀死我们的吗 刚才当然不杀你们了 要不然怎么能让你们 吞这个失魂胆呢 我们姐妹俩 又不是犯了什么重罪 只不过送错丧服而已啊 罪不至死 这还不是大罪 给皇上送丧服还不是大罪啊 皇上休息得好好的 你们把丧服送给朝官 这是什么罪 这可是千刀万刮的大罪 把他们的嘴给我撬开 是 是 不要 不喝 住手 杜公公 有什么事劳您大驾光临哪 我是为了您罗大人的事来的 我 这 我有 什么事啊 皇上重病出狱 心情甚佳 刚才接见了太子 御仪重王爷 而郡王爷为了替皇上积德 发誓 七七之日 不吃荤 不杀生 皇上未敢郡王爷的孝道 下令这宫中上下 斋戒四十九天 不得杀生 这 这 我不知道啊 所以 咋家才来告诉你啊 你这两个铁丸子 要是让他们吃下去 不但要了这两个娃的魂 也要了他们俩的命 这罪 还不够大吗 放人放人 快快 松马 快 赶紧放人放人 快啊 这杜公公啊 你 你啊 让我怎么说你 我实在不知道 都没事吧 孩子 小福 可怜的孩子 你们没事吧 谢谢月雪姑姑 今天还要感谢郡王爷 是郡王爷说动了杜公公 来帮你们求情的 姐姐 母夫知道错了 没事 姐姐 没事 姐姐 我答应你 我以后做事一定会很谨慎 你放心吧 我以后做事一定会很谨慎 我以后做事一定会很谨慎 我以后的事一定会很谨慎 不用谢 我先走了 快点 快点去 快点去 快点啊 怎么 你们俩身体痊愈了 再多休息一天吧 不用了 我们俩没事了 在床上这么久 总要下床舒展舒展啊 多谢上公大人 你们真的痊愈了 那你们听我说啊 以后啊 可不许再给我惹麻烦了 遵命 上公大人 死丫头 那快点梳妆吧 别动啊 你慢点 我先走了 去吧 我走了 小福 姐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别惹麻烦 快点啊 我走了啊 我走了啊 不过这次啊 不过这次啊 托绝土锅一起新兵 皇上又不上朝 朝中的大臣呢 就吓得腿脚发软了 像当年啊 不觉主锅契丹先后来犯 还不是让皇上打得落花流水 逃回老家 听说呀 这次他们来犯的兵力 还没有上回得多呢 只要皇上的病好了 他们就会乖乖地撤回去 我开始真的相信皇上是弥勒佛将生了 我才不信呢 被太子夺皇位 听说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 排出异己 滥用酷刑 害死了很多的忠义之臣 害得天下百姓冤死无数 这样的皇帝怎么可能是弥勒佛将生 你说什么呀 别乱说话 让上上宫 就你的话多